内政部公布房诈负担能力指标 台北市高达了16.29倍 也就是要将近16年不吃不喝 才能够买得起一户房子 16年够吗 16年够吗 至少要17 18年吧 台北就是如果要买房子 当然是选蛋科区啦 我觉得花费比较高 然后又加上现在的薪水 不太会就是跟着的涨幅又没那么大 跟不上物价的涨幅 所以我觉得16年是有点困难的 可能30年吧 台北所需要的时间 然后是台中的double这样 新世代大探怎么省吃减用也买不起房 内政部最新房价负担的力指标 想在台北市晋升有房一族 至少要16年不吃不喝 其中台南高雄更是晋升到将近10年不吃不喝 才有可能买得起房 摊开数据来看 房价负担能力指标统计成果 全国房贷负担率为37.83% 相较前一季上升了0.93% 全国房价所得比是9.46倍 也就是平均9.4年才能够买一栋房子 计增0.22倍 六都来看 北市买房得不吃不喝16年 新北市12年 台中市也要10年 成长最多的是台南市与高雄市 皆成长约0.7倍 其中以台南市涨幅最凶 连涨15季涨幅为30.16% 台南最明显 涨幅超过30% 除了有所谓的台积电设厂的效应之外 又因为它房价本来基期就比较低 进去的门槛比较低 所以可能也有很多的一些投资客进场去炒作 所以你才会发现说 为什么它的涨幅是最凶的 专家也透露在升息的部分 房贷族的压力将会逐年递增 六都房贷负担率 双北房价负担能力皆为过低 台中偏低 台南高雄及桃源略低 加上物价水准只值上涨 更是房价所得比居高不下的祸首 政府应该从低薪下手 否则小老百姓东省西省还是只能望房心探 记者许子杰 乔大龙台北采访报导